每一年的夏天在北非国家摩洛哥的南部 会有一场属于原住民族音乐的饗宴 叫做Dimitar音乐节 这是一个以Armazek族的音乐为主的音乐节 摩洛哥的北部也会同时间举行一年一度的 Gnuar族的音乐节 Gnuar族分布在非洲的北部 那么在这一个音乐节里面 不止可以听到这个族的音乐 还有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音乐 连爵士的曲风 摇滚曲风 新潮流 世界音乐 都可以在这一场围棋四天的音乐节里面都听见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时候 摩洛哥这个向来安静 又有历史的临海小镇 就像从睡梦中苏醒一样 这是摩洛哥世界知名的Gnuar世界音乐节 几千人塞满小镇街道 就是为了这个充满不同风格的音乐和表演 为期四天的音乐节 在这一天 风格独特的各类音乐和杂技舞蹈动作 是丰富多彩的场景中的一部分 门票大约是750元新台币 一票在手 除了可以观赏音乐会之外 还可以到一些比较小型 却更有互动性的表演场所观赏 像是这里 是来自西部的表演 像Marcus Miller Meta和来自美国的Cornerstones乐团 听众反应都非常热烈 全场的兴奋情绪出现转变 最杰出的Gnuar音乐大师出场 展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音乐风格 更惊人的是 舞台上的火花是随性激发而起 音乐家引导着也鼓噪起群众的情绪 一起摇摆 音乐节迈入第十七届 从1998年第一次举办开始 这场盛会就成了世界各地 乐迷朝圣的目标之一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 也是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信仰 不同种族的音乐家 相见欢的时候 差不多时间 在摩洛哥南部的城市 Agati 也有一场音乐节 盛大进行中 这场音乐节 称为Dimita节 今年是第十一届 这场音乐会 主要凸显的 是Amazi音乐 和世界各地 不同的音乐类型 Amazi族 或是称为伯伯族 是摩洛哥 和萨哈拉沙漠地区的 原住民族 我们学习Amazi的艺术 从其他艺术人 我们在其他艺术人 工作 我们在其他艺术人 都尽管这种艺术 并向我们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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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盛会 聚集了超过 四十位表演者 吸引了 大约五十万人潮 来自向洋海岸的 雷鬼歌手 Alpha Blondie 是让今年度的 Timita舞台 如此闪耀的明星之一 透过表演 想要传达 呼吁 和谐 以及对话的讯息 对来这个国家 观光的游客来说 这样的盛会成为了 很大的卖点 根据摩洛哥 观光部部长的说法 投资观光业 不只对经济发展 有所帮助 我们投资在 这种节目的节目 因为它有 贷值的影响 也有更多的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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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洛哥的音乐爱好者 在这几天 都带着欢庆的心情入睡 而其中有很多 早就开始倒数 明年度的音乐节的到来 记者读戏 卡洛编译 明年度的音乐节的音乐节